老大哥强硬了 我就可以强硬了 就强硬起来嘛 所以你看赖总统就说 反对首战集中战 另外一个 这个顾立雄就强强 你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美中之间根本就是美国在求战 而且美国已经做好了 所谓的战争的准备 他们现在有自杀的无人机 自杀的这个所谓的 起降的无人机 还有自杀的潜艇 它全部无人化 所以你注意到了 现在赖清德越来越强势 他在就职眼说已经讲了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引起了老共非常大的反弹 然后进行了军演 他有开始说吗 没有 他就一直讲 连到了6月16号 陆军官校百年孝庆的时候 他都还在去强调说 今天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更夸张的是 他说他反对首战集中战 在干嘛 我就直接跟你马英九校校正 直接跟你国民党校正 没有所谓的首战集中战 然后接下来看到了 顾立雄就讲 中国才是区域的麻烦制造者 这个讲完了以后 又传了一个消息 习近平跑到了欧盟 跟弘德莱恩是怎么讲 他说美国一直以右火打仗 我才不上当 而且我们台湾是个小国 所以我们台湾是非常受到 国际正经环制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跟美国的 任何的变动 那么事实上在2018年时候 原本小英总统是摇摇欲坠 但是后来 搞了一个反送中之后 让他整个又活过了 那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赖清德总统 为什么他越来越强硬 越来越强硬了 你看他最近越来越强硬 为什么越来越强硬 因为美国也越来越强硬 美国你看 拜登五度讲 特别是他这一次 在七点一讲讲什么 美国会为台海和平 而挺身而出 我向来愿意 以武力保护国家 盟友还有核心利益 因为台湾已经是核心利益 那你跟美国讲 川普说得更狠 如果中国敢打台湾的话 他会轰炸北京 所以你看美国也是很强硬 已经没有战略模糊了 因为美国强硬之后 台湾当然自然就强硬 也是我背后的老大哥强硬了 我就可以强硬了 就强硬起来嘛 所以你看赖总统就说 反对首战集中战 另外一个 这个顾立雄就强硬 你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所以美国那么的强硬 在此同时的时候 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就说了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曾经跟冯德莱 有谈话 抱怨什么呢 抱怨说 我没有要攻打台湾 那是因为美国一直在怂恿我 用中国去攻打台湾 他说我才不会中计 他不会中计 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有这个消息丢出来呢 所以才说这里面来说的话 是国际的震惊局势的风在改变 那我认为说 绿营显然是抓到这个风的主轴 那蓝影跟白影的线 还搞不清楚 没有抓到这个主轴的时候 有点会落对的可能性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美中之间 根本就是美国在求战 而且美国已经做好了 所谓的战争的准备 这个战争准备 不是讲吗 他说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印太司令 前后两个司令都讲 他要让整个台海 也就是让台湾海峡 出现了一个地狱警官 那地狱警官 你在做打游戏吗 你在唬人吗 没有 先更清楚了 原来 这个地狱警官不是讲假的 他们现在美国 已经有一个复制者计划 他们现在有自杀的无人机 自杀的这个所谓的 起降的无人机 还有自杀的潜艇 它全部无人化 而且这个 最全部的无人化 不是嘴巴讲讲 他们美国已经在制造了 对 事实上在这一起的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 已经有要求美国要加快无人机的这个采购 跟无人机的发展 那甚至在之前的这个阿基里罗不是就说吗 如果他们来打的话 会出现一个地狱景象 就是说 我们会有非常庞大的无人机 无人潜艇去攻击你 让你根本就是 你的这个 你的所有的武器 或是所有的装备 会陷在我们的火海之中 那你想说他讲的是太夸张了 就帕帕罗又这么讲了 那美国有一个叫做复制者计划 复制者计划就是我不断的生产出大量的无人机 那目前为止来说你看 包括说他们这一今年 要采购非常大量的自杀无人机 除了弹簧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之外 还有HERO120系列的这个无人机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有什么 我连飞机都垂直起降的这个无人机 要在他们攻击你 另外我还有潜舰 潜舰我也是无人潜舰要攻击你 那你根本不用讲 我这件无人机无人载台的时候 我要一个平台对不对 我要整个 我还有一个超越计划 就是整合这些所有无人机的一个资讯 也就是说这些无人机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就打你 自己看到目标就攻击谁 他们可以自己成为一个作战平台 那这是美国所说的地域景象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我的无人机无人潜舰有多少 我要攻击你实在太过容易的一个状况 所以阿基里如果跟现在的帕帕罗 不是嘴巴讲讲的 现在刚刚讲的这些都出来了 而且在空中的飞机地面的部队 包括水下的潜舰 他什么连扫雷艇他们现在都可以透过复制者计划 做成大量的生产作为一个无人机使用 对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以一个综合面的 用无人机的这个战法去占你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的这个晶片 事实上以这个美国的AI晶片 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台湾做 根本没有在其他地方 韩国也做不出来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现在美商大局来投资台湾 你看这是什么亚马逊 所以事实上也曾经讲过 钱在哪里 对 新旧在哪里 现在刚刚讲的 不但是这个时候 NVIDIA来台湾投资 AMD来台湾投资 现在Intel也要在台湾投资 现在连Amazon Amazon说 我现在的资料中心 我还要投资数十亿美金 对 没错 它这是一个什么 区域级的这个资料中心 区域级的这张中心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是亚太区 这样一个概念 那你知道除了亚马逊来投资之外 Google也来这边投资 它已经有三座资料中心 未来可能还要继续投资 那微软也是一样 那你跟朋友讲 黄仁勋 AMD 还有何商 艾斯莫 一大堆来这边投资 这些都是国外的资产 都是美国的资产 但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越来越强硬 你只要稍微显露出 你想要并吞台湾的野心之后 我就赶快出来 而且你之前讲说 美国现在不是要打仗 他现在是要让中国完全不敢打 对 没错 他就要嚇阻你这样一个状况 那美国显然 他现在用什么嚇阻你 地狱景象开始嚇阻你 用各式各样的这个 你看我就在乌克兰战场那边 秀秀我美国的肌肉给你看 他就是攻击俄罗斯的国境 让你看你敢打的话 你最后就变得跟俄罗斯一样 我觉得他就用这些方法 让中国人能够知难而退 当两岸发生争端的时候 谁低级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以前我讲台湾绝对不会低级 不会低级的感觉是什么 而是你中共打过来我才还击 可是现在按照顾立雄的说法是 当然你如果攻击我的船舰 攻击我的设施 我当然要回击 另外一次 你进到我的十二海里 我们台湾就要反击了吗 这等于是顾立雄给对岸 画了一个底线 画了一个红线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当然领害领空 就是我们的国家主权范围 你只要侵犯的话 我们就可以行使智慧选 这不仅仅是联合国线上规定 它也是传统国际法 本来就规定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站在 所谓的制高点上面 也就是所谓的法理上制高点 来攻击对方 但顾立雄也讲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到底要 是不是要符合 所谓的比例原则 你要看对方怎么做 看对方怎么做 我们就要怎么反击他 比如说像韩国他们 是这样 中俄常常军事演习的时候 常常不小心跑到南韩的上空 南韩就起降F-16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敌机来讲的话 他的前方呢 不断地一直在发射所谓的子弹 大概就发射一百多发 目的是什么 这叫射击驱离 他不是真的要打到他 但是叫射击驱离请他离开 但是他不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把他锁定 在击落 其实都有军方都有一定一定的SOP来做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顾立雄其实已经给全军 下了一个最后通点 你知道吗 当时邱国正在的时候 金门不是有那个无人机飞到那个上空吗 其实我打听的结果是 其实在所有的部队当中 早就有干扰枪了 但是问题上不敢用 不敢用 上面没有下令要怎么用 要怎么处置 所以你说以前我们都有SOP 可是我们的SOP不敢用 是 所以现在顾立雄真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规范的清清楚楚 我今天来的话 就第一个 军政军令我分开 因为国防法里面就这样规定啊 军令 然后怎么作战 参谋总长来做 不是我来做 要分工嘛 否则来要换成一团 乱成一团 顾立雄他本身来讲 知道他分析在那里 再来一件事情 他明确的讲出所谓的智慧权行使 要怎么行使 符合比例原则的行使 然后要怎么打仗 其实我觉得内部都已经讲好了 已经开始SOP 现在就是等中共自己自投楼网 我相信 这个事情应该也跟美国沟通过的 所以他有提到说 有人问他说 最近有没有AIT打电话给你啊 之类的啊 其实他常常就跟AIT在沟通 当然在合作 而且美国也知道 接下来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不是只有台军单独要应对而已 其实美军也在附近 或者是美军也要共同来应对这个事情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都有所谓的原则 有SOP 只是碰到这个状况 你敢不敢按那个钮 对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清楚 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碰到底线 就是所谓的 我们要行使智慧权的这个底线来讲的话 所谓的第一级就是对方发动的 对 问题就是什么地方呢 第一级在谁 第一级就在解放军自己的选择 那么如果你攻到了 你已经进到了我们的12海里以内 形同侵犯我们的领海跟领空 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的第一级你进来 我们就必须要跟你打下来 用飞那么地打下来 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那为什么呢 如果连自己的领海跟领空 都没办法护卫的话呢 我们要中华民国三军干什么 那除此之外 如果 顾立雄已经跟你讲 如果我们的驻地 刀刀了攻击 那就是反击 我们是行使智慧权就对了 这个是顾立雄授予第一线的官兵呢 直接决定 直接就开火了 那么顾立雄我觉得 他是完真的吗 他是完真的 就像张子之无人机 进到了金门的上空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下来吗 无人机 现在目前为止 进到金门上空的无人机 都是商用的无人机 都是没有武装的相关的无人机 那这也凸显了 我们在这个等于说 离岛前线呢 缺乏这样的设备嘛 当然问题是 如果你进到我们的领空 那进行这个所谓的 他要把它实现所谓的第一级呢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要围挤我国的安全嘛 围挤我国的安全 当然就是还击 宝洁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这几天你知道中共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他的动物4A两艘动物4A 直接在宜兰外 还要禁逼我24海里 这是过去没有发生的 过去呢 事实上在这次 他们不是说 要还击这个等于赖清德 怀疑他台独嘛 不是有锁定划定有几个区域吗 距离花莲最近 也在保持24海里之外 但是这一次 动物4A两艘故意要入侵 那我们的军军就挡在这个地方 来 你要进来 你要考虑清楚哦 你要考虑清楚 结果怎么样 你刚刚有没有听清楚 我所讲的是 共军的动物4A 对 跟各位报告 共军当然在飞机跟军舰 比我们强太多了 但是动物4A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动物4A是 那么要护卫他们的 山东号 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的 护卫弹复卫舰 但是山东号跟辽宁号 全速前进的时候 南峡展昭 追不上前面的包轻铁 他还能慢慢跑啊 他跑得很慢啊 我问你啊 这个动物4A 我讲坦白了 连台湾的军舰都比不上 为什么他会派两艘 连台湾的军舰都比不上的 飞弹复卫舰呢 故意在那边挑衅 他如果今天来的是动物2D 或者是动物5 我们就要抢一下 心里要抢一下 那个是比我们的任何一艘军舰 都要先进的军舰嘛 可是他还是派两艘来洗脑嘛 很简单 这就是中共现在的态度嘛 那他为什么这一次对这个 等于说 那么美军的这个堤峰系统 这么感冒 因为很简单 堤峰系统事实上 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不是最新的黑科技 问题是 他是这一次距离 就直接濒临城下 在吕宋岛 啪 下去了以后 一套堤峰系统 4枚飞弹 有标6 有标6的防空飞弹 跟这个战斧巡运飞弹 然后一次是4辆 16枚呀 那么16枚 如果他多部署几个单位的话 我问你 他形同在南海 插一把刀在中共的心脏上面嘛 所以他才会那么感冒嘛 不要忘记 他在这边部署 这个堤峰系统的时候呢 那么日本也跟美国买了 这个400枚的炸腐巡运飞弹 200枚旧的 200枚新的嘛 那什么意思 那台湾 永远不断又把这些飞弹 跟相关的炮弹 运来台湾 整个第一岛链 全部都锁紧了嘛 莫怪中共会那么生气 好 这 刚才讲的 郭立雄今天这个台湾 让很多人 觉得非常的惊讶 台湾真的敢主动攻击了吗 而且 他这个事情跟老美讲好的吗 顾立雄他明显的 可以看出来 邱归顾不随 对不对 邱国正部长 所做的很多事情 他都改 但是 保洁哥我跟你讲 很意外的 他去了立法院讲完之后 军中出现了 不要说两极 就是很多人觉得 哎呦 看来是新冠上任新气象 他不提正部 他不上刺刀术 以前邱国正 他坚持要 因为是黄埔精神 那不提正部 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 黄埔百年之后 他说今年都已经练好了 所以就踢 然后部都不用去 就学生就好了 明年以后呢 也不用踢了 为什么 因为在现代的科技战人当中 发射飞弹操作武器 不会打到最后 还要面对面的以后 我等一下我先上刺刀 不会了 但他不是不要战绩 他要战绩 他要搏击 但他不要上刺刀 第二个 他还做了什么改变 我们以前 其实我本来也没那么清楚 宝贤哥你知道吗 只要当兵的话 他这辈子可能住五二十年 老婆女儿说要去日本玩 他就不能去啊 因为他不能跟着去啊 他也不能自由行啊 然后说跟团 那大家一起跟着 不是 是要国防部他们同意的团 那现在就把它解开了 你要自由行就是自由行 出国也不用回报 休假的时候 这个政府主官也不用说 一定要一个人留守 他做了这些改变 就是要做什么 我做个结论好了 他要让现在目前在当兵的人觉得 当兵没有那么苦 没有那么没尊严 或许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才刚刚 或许明年回头来看 这一年过去以后 步兵的人数增加 那他就打飙了 这是美国他要他做的 第二个 他现在目前所讲的 大家都在讨论说 飞到了海峡中间以后啊 24海里迎接去12海里 怎么样第一集 这是以前最关注 我以前跑国防经济的时候 每次国防部记得就问这个 顾力总完全就说 你不用问这个了 这不重要了 因为他飞进来 他就侵犯我们的领空的时候 就视为第一集了 我们随时要反击 我们不会去管说 是不是 我要见对空鸣枪什么 还有用枪机制没有了 他让对方知道说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做好防卫 我们不会过去 但如果你过来的话 你就要必须面对 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一个制裁 所以以前讲说 第一集是开火 对 射击 现在不是 是你只要越界 你就是第一集了 这个在邱国正部长 他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有暗示了 也就是说不是说对方飞进来 然后他必须要开火 我们才回 也不是说对方飞进来 我们必须要先示警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 不要飞过来 那保洁哥我现在马上讲 他说不要飞过来 不要对台湾进行 这个军事上的威胁 这个事情刚好跟最近拜登的说法 是吻合的 拜登就讲啊 我们是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所以我不会跑去一个 叫台湾独立或怎么样 可是你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不能来台湾 侵犯台湾 攻击台湾啊 所以你一旦有的时候 顾立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跟美国 美国当然不会迷目张胆 讲他跟顾立雄怎么样了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做的就是美式的一个改革 美式的军事改革 然后我就感觉到 我们现在所有武器都是什么事 跟美国的啊 所以顾立雄他现在上来以后 他在整个国防的概念上面 完全不同 然后最让大家惊讶的是什么 523 524的时候 不是中国大陆军演 力艰2024的吗 那都已经把我们台湾围起来了 你新冠上任 你当国防部长 是不是要赶快去 对不对 听报告对不对 听几分钟而已就离开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真的要打仗的话是谁 是这个 梅家术参谋总长 他负责指挥作战 我是国防部长 完全的分工分权 那知道踢正步他才会打仗吗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时间应该回归到正常的战术 然后踢正步的时间 次枪数的时间流出来之后 要干嘛 总不能去拔草吧 总不能去扫厕所吧 那这些阿兵哥要做什么 就是学习美国的战术 这就是美国的指导原则 还好我找大帮兵了 不关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汗之后 为什么这些东西删掉 但你知道换过来的是什么吗 实打实的硬操演 有够硬 比如说 很硬吗 他们现在讲 我们要先学一个东西叫做 近战格斗 我看完那个画面 我吓死 而且美国要求中国 不要轻举妄动 不只是说他拉帮结派对付中国 现在连把手伸到台湾 是越来越清楚了 今天除了刚刚讲的F16的备品设备 现在是卖给台湾 这不误助为奇 因为我们买了你的武器 本来就可以买你的备品 更夸张的是 你是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库 从美国空军的武器库 直接掉过来 掉过来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互通有无 另外就是 透过顾力雄 以前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说 蔡英文早就要赶了 可是邱国正这些人 就是不肯赶 换了顾力雄以后 就代表 美国对你台湾的训练 都有意见了 对啊 没有错 你看我们的空军的F16 现在来讲的话 2022年曾经跟美国买过F16相关的备品零组件 但是现在2024年又给他买 结果这一次的新闻稿当中 特别出现了一段文字 非常有趣 他是说这些备品呢 将会从美国的空军的军火库当中 转移到台湾来 那这个东西 这有什么特别呢 从来以前都没有过的 以前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厂商啊 军火商啊 生产完之后就送到台湾来 但是现在是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库当中 掉货 那你想想看 从美国的库存 对 美国库存掉过来之后 那美国库存呢 不就是少了几个零组件吗 那少了零组件他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找厂商再去补啊 所以什么意思呢 他过来之后 他要补 这整个是台湾的军火库 跟美国的军火库 整个是串在一起了啊 我多你就少一个 少一个你就要增加 那增加在不断的一直 一直进行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互通有无了 台湾跟美国的军火库是互通有无 而且再加上 现在顾立雄已经决定了 取消踢阵部 跟所谓的刺枪数 这两个东西其实说真的 在美国的眼中看起来 就是极权国家的象征 而且说真的 踢阵部会伤后脑勺 你知道吗 伤脑脑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踢阵部跟刺枪数怎么打仗 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绩要求啊 美国的战绩要求是要近身搏斗 或者是采取任何的战术来讲 你看今天顾立雄说回归战术 什么叫回归战术 其实就是美国教官 要来教台湾的阿兵哥 怎么进行实际作战的一个做法 你如果说踢阵部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把整个亚太地区所有国家 有踢阵部的国家拉出来 没有日本 没有韩国 那这些国家难道不会打仗吗 难道踢阵部他才会打仗吗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时间应该回归到正常的战术 然后踢阵部的时间 刺枪数的时间流出来之后 要干嘛 总不能去拔草吧 总不能去扫厕所吧 那这些阿兵哥要做什么 就是学习美国的战术 这就是美国的指导原则 宇雪 你过去也当过不明牌照 现在孤里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不刺枪 不踢阵部了 宝刘哥我看完今年 一屋一年兵 他们手要受到训练 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一个感觉而已 还好我早当完兵了 不关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汗之后 为什么 因为他很久说 不对啊宇雪 他们现在不是说 要变得很轻松吗 整个都校改吗 不对 为什么 他们是把没有用的 比如说什么 我放假回家 要每个小时回报 长官就无聊的去掉 踢阵部去掉 刺枪数宝刘哥 还记不记得 全景吐司 吃 完全没有那个作用 完全没有那个屁哦 这些东西删掉 但你知道换过来是什么吗 死打死的硬操演 有够硬 很硬吗 他们现在讲 我们要先学一个东西 叫做近战格斗 我看完那个画面 我吓死了 各位 就你现在看到这个近战格斗 什么意思 他是要你真的 两个单兵 就进行演练 而且演练的模拟状是什么 如果说战场上发生 你看哦 有人攻击你 拿刀要刺你 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反制 怎么样的帅 你看他直接把他肩膀压在那边 这是压针的 直接摔 不是开玩笑 你看那个 可是真的往后 牵制住让他动弹不得 去学习这些近战斗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还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讲的 核化生棒演练 什么意思 以前呢 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演练过说 单兵注意 单兵注意说要做什么事情 来抬头观察 由左往右 由右往左 喊口号嘛 但现在不是 他就是说 好 比如说真的前方有核爆 请问单兵该如何处置 你就真的要戴着防毒面具了 各位你看 大太阳底下 这就是我当兵的成功领 戴着防毒面具 然后你看他干嘛 往前走 然后突然班长一喊 核爆发生了 你要怎么办 然后他们马上就 真的毒气室 毒气室 里面放毒气 保护哥 真的放毒气 各位 你不要看到他们现在 因为这是镜头在拍 来这个就是真的毒气室了 他们真的要进去里面 然后给毒气熏个一分钟 你看他们在出来之后 每个人赶快拖下来 泪流满面 那个真的很臭 你知道吗 然后他整个泪流满面的时候 你看他吐口水 吐 不只是吐口水 甚至他会吐 因为真的很痛苦 他们说 就让你体验到真实 如果这个有毒气的话 你的状况会怎么样 保护哥你知道这特别在哪里吗 以前我是做预官的 所以这些训练 其实我也有训练过 你就真的要进毒气室 但他们是兵啦 你怎么会要 每个小兵也做这种事情 有够硬 然后真的还要模拟核爆 你知道模拟核爆 那要做什么吗 放肆 但你就是说 你真的要蹲在那边 大太阳底下 带着防毒面具 枪还背在你背后 都在那边轻 轻90秒 90秒你才可以停下来 而这些训练 现在通通都跑到了 连一般的阿兵哥 一年无一 都得要进过这种训练 其实他们要把 都玩真的 对 而且有一项 我不只是玩真的 连我这种当预官过的 我军官我都没玩过 你知道玩什么吗 战伤救护 就现在你各位看到 他们现在模拟状况是什么 以前我们说战伤救护 就是说 受伤 包扎一下 这样就好了 现在不是哦 是真的你的同袍 在你面前倒下了 你要怎么做 你要拖着他 先远离火线 然后到有遮蔽屋状况之后 开始帮他绑直鞋带 而且 叫我关怀在旁边是什么 不断的给你喷 不断的给你喷 保险哥你知道喷什么吗 喷什么 喷血 喷血胶 喷到你的脸上 不是喷受伤的人 因为 你在包扎受伤的人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一直流血 血会喷出来 他会一直喷 然后他就模拟说 你以为这么好过吗 我们当然要模拟最新的环境 你看 拿着那个血浆 就一直往那个包扎的人身上 一直喷 而且他们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也有办法 从火线把它 那是血浆 那是血浆 那多可怕啊 对 而且你看整个现场 那画面拍起来都一片 当必要这个样子 对 你看阿平哥紧张到手 一直手忙脚乱 到底是要这样 你就知道 真的是完真的 有够益 而且 我去看看是 他们的射击也是完真的 而且射击有算哦 还搞夜间射击 对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 在做这种射击训练的时候 我那时候拿了 叫做65k2 那种老古董 你知道怎么射击法吗 没有 就是搬兵排好好 然后清枪完毕之后呢 到一个定点 非常的安全的状况之下 大家一起骑射 射击 然后就这样子 他们现在不是 他们现在什么 边跑边射 吓死人 他们就说 现在要演练这种 快速移动射击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说不行 马上的 立射 跪射 趴而握射 三个叫轮流交替 所以因为贵射 立射 握射 是我们大家都学过 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说 组合在一起啊 等于说 他是不是有陆陆续续 前后方有很多眼闭雾 而且你看哦 为什么枪会震动 宝刘哥你知道吗 因为时代 那打针的 我真的不是可以开玩笑 所以等于是我移动到这个地点 开始射击 然后呢 再跑到另外一个地点 趴下 再射击 再跑到另外一个地点 蹲着 再射击 甚至立射 握射 趴射 全部都要会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 这个我就真的没玩过了 以前呢 晚上我行军 顶多唱唱夜袭 走走路唱唱军歌 他说不是 你要夜间射击 夜间射击 对 你知道夜间射击 怎么个射击 反正说宝萱 真的还假的 那开玩笑 真的 他们到了靶场之后 你知道吗 定点之后 原本会有开灯 就是大家确定完毕之后 他们说好 要射击了 叮 把你灯关掉 让你这暗默蒙 整个看不到 你说宝萱他该怎么射击 那打什么 他有夜四季 有夜四季 对 我们国军兵工厂 最新生产出来夜四季 所以他等于是说 让你提前体验说 到底用这种夜四季的方式 你要怎么瞄准 甚至在晚上 因为拜托我 战争就不会管你 白天要晚上 晚上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乌射战争 打得可凶了 无人艇到处撞 而这整个东西呢 他们最后还会把 不是 你知道吗 以前夜窖的时候 我最喜欢去坟墓 坟墓前面会有水泥 躺在水泥上面 就不会有蚂蚁来咬你 结果他们现在 夜窖是真的要射击 对 夜窖要射击 而且也是确实躺在 那个冰冰凉凉附近 只不过手上都一把枪 然后还要开枪 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整套的 我们刚才讲到零零钟的 你以为都是分开吗 不是 他在最后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叫做建策 建策的时候震撼教育什么 把你所学所会的 欸 老大公 我已经不知道多久 没有看到这种爬豪钩了 你知道吗 爬这种铁丝网了 这种连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 大概十几年前 也没有玩这么硬啊 还真的要你看 所以等于是说 包括单兵小组作战 要如何掩蔽如何遮蔽 然后呢 再包括他们先前所演练的 这种射击的部分 甚至刨沟 把全部的东西综合在一起 但是还有要求 这个是一般兵 一般兵 一般兵要这样玩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 竟然要做到这些事情 而且实弹射击里面呢 总共有18发 而且要达到9发或超过9发 通通到重把才叫做合格 这夸张是 你现在不是要叫造吗 叫召也要夜间射击 对 包括各位 我之前也有去过叫召 去过叫召的时候 那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打步枪 这没什么大不了 第二个这个我们讲 打排击 这个我倒是有点新的体验 但我也没有什么夜间射击 他竟然说也是叫召 装着这种 TS-84的夜视镜 然后很多人都很兴奋说 我叫召这么多次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说 竟然连叫召 还可以玩到夜视镜 而且保里更知道 夜视镜的构想是来自哪里吗 他们直接讲 我们这个就是比照乌二战争 因为乌二战争有这套夜视镜 所以我们当然要拿这个 我夜视镜真的看得到 对 而且他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叫召用的比较烂 叫TS-84 但是我们现在四官兵用的 非常好 是我们最新兵工厂生产出来 叫做TS-96 你知道他厉害在哪里吗 第一个他除了他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指挥官 像我步兵指挥官 我带了嘛 我就带那种双眼的 然后是只有一个孔的那种的 双眼一孔 那就是那种小兵 就拿那种一眼一孔 装在枪上的 有枪可以用的不错 但是性能好不好 真的好 因为好到就是说呢 他们除了辨识之外 如果说你看不清楚 还有红外线可以额外的去增设 这是国际用的 对 补强你 这就是我们讲指挥官使用的 还可以补强你的这种 视觉是辨识 但你讲不对啊 他像一片黑漆漆乱七八糟 那如果打到油精怎么办 他们也想到了 他们比照乌克兰所使用的这个叫做 IR荧光棒 有没有 平常白天看它只是正常的灰色 结果到了晚上 在夜视镜里面 透过夜视镜观看 它会反射 所以你看到夜视镜照的画面 你看原本没有变色 对不对 后来变色了 所以你就知道 看到中华民国 敌我变事 敌我变事 所以这全部都想到 不是跟你玩半家加酒 也不是跟你玩假的 而且现在刚刚讲到的 现在国际上 我把一些特战的训练 以前我们讲的城市作战 真的只有这个军官才做训练的 现在把这个一般的特种兵 一般的宪兵的这个特战训练 也放到一般阿兵哥了 这一年他们在我等一下干嘛 对 一年很充实 真的有点忙 难怪没有时间这个拔草扫厕所 为什么 因为我先前参加过特勤的这种 参观过这种特勤的这种 记者会 他们才会有这种我们讲的 CQB的这种 这种我们讲的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限制剧作战 为什么 他们等于是说 我要在这个狭小的 可能25公尺范围内的空间 然后进行演练 那你说这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差来 当然差的可多了 你如果玩过射击 有些事情 请问一下 你如果突然头从转角伸出去 会怎么样 会被爆头 不能伸头 不能伸头 一定会被爆头 但讲白了 你这个没有训练过怎么知道 所以他们训练是什么 你就看到像这种美国这种 这种外国电影一样 手尖他的肩 然后呈现这个一整个众队 小组作战的方式 而且还有编小组 就是SUT 所以以后我们要学国外这样的影片 对 没有错 你看 比如说破门之后 你看他会做什么 比如说先一个人先开火 压制敌军 然后你看那个就是 示意说 就是有坏人在那边 然后他 比如说先丢震撼袋 或先丢烟雾袋 丢进去了以后 我才冲进去 当然没有错 而且你然后牵住进去 你看他不是随便乱冲 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在门左边的人往右走 门右边的人往左走 为什么 交叉火力掩污 而且才确保说 没有任何死角 而这一套系统 未来也会应用在我们的国军 训练上面 所以你看到 你才了解说 难怪为什么要有夜市劲 难怪为什么要进行什么晋升格斗 这些东西都是一套套的 代表等到你前面的这些东西 训练好之后 到了后面真的实战 真的城镇战 真的发挥战场 作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起到喜笑 宇全 尴尬了 一鸣 你虽然是中国的偷渡客也好 你今天中国的间谍也好 他从福州上船 福州上船了以后 在海峡中线大船换小船 然后直奔着我们的淡水河口 刚刚讲这个时间非常诡异 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 第二个人讲的 你进到了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重中自重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 台湾的天下第一关 所以每次在韩广演习的时候 我们的淡水河口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演习地点 还不止如此 刚刚讲 从山枝 巴黎 淡水 这里还有个官渡指挥师 官渡指挥师是我们的天下第一次 层层包围 这个地方是我们最戒备 最森严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最想了解 这个地方的真实状况是如何 结果你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 就跑来了 第一个淡水河口这边 你知道距离我们总统府 大概距离多长而已 多长 22公里 才22公里 巴黎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暂时的时候 用时速八九十公里来计算 你知道几分钟就可以杀到 我们的大脑吗 几分钟 15分钟就可以杀到 所以当大家要重臣贺阻就好好去防护 再第二个你刚才讲了一个重点 巴黎 说时间点很怪 为什么 因为廉价的第三天的时候呢 通常这是我们属于海防 因为我过去是担任海巡署的 你是海巡署的牌照 副所长 然后我知道说我们排架的时候 第三天廉价呢 为了要体恤官兵 所以绝对是防守最空洞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选在这个地点 选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间跟你讲 六公里这个六海里的地方 有一艘小船然后飘着飘着 跑到了鱼人码头 各位他是在鱼人码头这个位置 就已经被挡下了 但你说这有可能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嘛 他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 那我就听说 他想泰学什么 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的戒备 他这些戒备如果被他知道了 会有多严重 当然是要测试你的海防十一 为什么我们讲 我来一个系数给你听 各位最近你可能不知道 淡水河口 因为大家知道 共积老台 共建平平越中建 所以我们的各个营群呢 都在做一件事情 扩建 扩建 再扩建 比如说我们就讲以这个三支的海风大队好了 海风大队呢 他属于这种暗计巡防的 暗计巡防他现在在弄什么 不好意思 把熊二熊三的发射车呢 原本他都是移动 对不对 他设置了大量的这种发射车 这种发射场 以及阵地 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些地 画出来之后 扩建之后 那以后只要一旦有任何的来犯者 我立刻可以把发射车 移动到这些发射场 来作为防守 不管你是公三 不管你是爱三 通通都可以做防守使用 所以说台湾最神秘的海风部队 现在在三支这个地方 我们有他的所谓的机动车的驻地 有这个机动车的发射场 老婆我们看 就在这个位置 等于说 我们的飞弹基地就在这里 对吧 这可以堪称是什么 陆海空大集结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是防海 但另外这边是不是有天空三行 这个是我们讲 飞弹防御连的第六连 他也在扩建 为什么 对上面的飞机 这边我可以对着海口打 这边我可以对着飞机打 那你说 宇轩那陆军呢 当然有就是我们这个关子部 最近关子部陆续传出一些消息 他们在干嘛 大量的侦射掩体 以及大量的侦射 所有的战车的停留地 什么意思 他比如说他侦射了掩体之后 他就可以让更多的战车 进出到这边 甚至这些掩体可以放机枪排击 所以等于是他把这个沿线 布置成陆海空三军的天罗地网 你飞机想来我也打掉 你陆军海军陆战队想要登陆 我也把你打掉 你如果舰艇两栖登陆舰想来 我通通让你防得滴水不漏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是台湾防御的重中之重 这个地方是台湾的天下地管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防御设备 他的到底防御的能力 是老共最想知道的 当然而且各位你看看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无人机老台 这个我讲那个小case 因为今天当这个舰艇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个 比如说我在陆海里的地方 你到底多久的时间 可以侦测到我在 你有没有在监控我在 第二个 我可以深入到你多深入的位置 因为讲白了 未来如果他们要派两栖登陆舰 派这种我们讲的浮艇 他是不是都是用海军陆战队 觉得是用摸的嘛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测试说 你的防御能力 跟我可以深入到的位置 但索性我们这次国军表现的很好 为什么 因为海军署其实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外围的时候呢 早就已经深射到他 所以才会强制把他带到 所谓的渔人码头这个地方 因为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渔人码头之于关渡大桥 其实还有至少8公里以上的距离 所以来讲算是防范的非常早 好的 刚刚讲到的 这个地方因为是我们的重中制造 而且美国现在对我们台湾 刚刚讲对台湾的安全 美国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刚刚讲 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M1A2 买了这个重型机车 我们之前做的所谓的演习 他就是要布防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只要敢轻败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防御 还有过去我们的汉光演习 层层防护 我们的汉光演习 做了刚刚讲的 我们的布雷设施 我的铁索横枪 所有的作为 这里都是第一关 对 保陆哥没有说 你讲说安宇轩 为什么我们要买一堆坦克车 放在海边 各位那代表你不了解 所谓的台湾的战略思维 我们一直在讲的话 叫做摊案间谍 为什么要摊案间谍 因为解放军在登陆的时候 他在摊案的时候 保陆哥是最脆弱的 你知道有什么脆弱吗 因为的确他舰艇可以来 两级登陆舰艇可以来 但请问一下 他人员要不要整备 那个叫做行政整备 等于说他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边转我的人员 然后甚至找到我的停留地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时间点 把他歼灭掉 是最有效益的 你说歼敌与摊头就这么来的 当然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 最有战力的一个战场 那你说以前用的是什么 以前是用CN11 就是说蒙虎战车 包括云豹甲车 都在3234行的都有 但这些型号 因为他毕竟过于老旧 所以我们这时候讲说 美军我们需要一个 最新型的能够摊案间谍 力气 这时候才会有这个N1A2 而且我们还不是买一般型号 我们是买N1A2X 换言之是他的火力比 所以我们讲CN11 甚至比N60这些坦克 都还要来更上一层 之前我们在买这个M1A2的时候 大家讲在我们的平原这么小 我们台湾是多3 你买这个M1A2干什么 就搞了半天 我们的M1A2就是不少在海岸旁边 你只要登录 你只要上岸 你只要做两栖 它就是最好的防御设备 而且它是机动的 它是动态机动 而且是快速打击 对没有错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的是机动移动的部分 那说雨萱但是固定的有没有 当然也有 这是什么 我们国家中科院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讲这个叫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所以雨萱这是什么用 各位电脑会惊人哦 什么意思 它是自己辨识的 换言之它原本这两个叫什么 T75机炮 T75机炮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它设置了两个T75机炮的时候 它用所谓的光电指挥 以这个know how去来了 在哪里 它给自动识别 比如说这边有敌人 这边有动态 这边有侦测 然后电脑会自动把它 比如说有人进入到我们的范围之内 辨识之后不是友军 他就传出警讯 警讯之后呢 他把他传到哪里 传回去指挥台 指挥台呢就是在地下碉堡里面 各位 不是在路面上 地下碉堡里面的指挥台呢 他就可以决定说 要不要启动这个 我们的自动防御武器系统 是因为我们这个岸边有这种无人机枪 对没有错 而且最近的侦涉的非常多 因为我们国军的大量的采购 是从108年之后才开始采购 保人哥你知道这整个目的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要建构一个叫做交叉火网的东西 你想想看哦 当你今天是解放军 你即将登陆的时候 你得要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你前面一面而来的 就是一整排的削波块 对不对 等你削波块过完的时候 因为大型机具没有办法过去嘛 还有什么 你放人员海军陆战队 徒步前进 不好意思 有刘次网 甚至有战壕沟 而战壕沟里面呢 都会有炮火猛击 甚至是就算你强行突入 因为我们等于是说 比如说这整条都封锁了嘛 他就引导他们的两栖登陆舰往这个方向前进 不好意思 你以为是天堂 结果没有想到是天堂路 你说我的机枪就在这里 对没有错 来各位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行经所有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他遇到什么电线杆啊 纵火锅啊 沙暴冲冲冲冲冲 不好意思 这边机枪也在给你打 这边云爆甲车也在给你打 这边N60也在给你打 这边CN11也在给你打 来我们讲了 NYA2这边也在给你打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防空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制的绵密的交叉火网 让你等到就算上岸了 你最后也可能变成一台废堤 好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示意图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指挥中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雷达网 我们在雷达网后面 我们这边后面有火箭 有火箭的设备之后 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每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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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这个20厘米的 这个所谓的自动机枪 自动机枪刚刚讲的 我可以点对点打尺打 而且如果是这个具体的话 我还可以形成交叉火网 对嘛 最可怕的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不管是刚刚我们讲 这个自动防御武器系统 机枪 又或者是云爆甲 车上面所张到的机枪 又或者N1A的武器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它的口径大小都不一样 射程范围也不一样 甚至是它的高低落差也都不一样 所以变得是整个地面 包括沿海区域 你只要越雷池一步 各位不要忘了 还有什么 还有有布雷 海滩摊岸也是可以布雷的啊 但你空中想要活力掩护也没办法 为什么一堆工山爱国者 甚至防空被害系统 都在那边等着 就是要把整个天下第一关 打造成铜墙铁壁 让你进都进不来 而且如果真的 你今天真的上了蛋水何乐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终绝大杀招 什么大杀招 第一个 我们干脆把关度大桥给炸了 我不太把关度大桥给炸了 我旁边的高压电塔 我也全部炸了 我就要持续对方的攻击 对吧 你刚才以为说 哎呀我们如果 那是不是摊案被敌人攻陷了 等于我们玩完了 没有 淡水河才是苦难才开始 解放军苦难开始 为什么 等到你走路到淡水的时候 你会发现 第一个离关度大小 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沿线会布置什么 大量的流氏网 甚至浮船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水雷 有没有 河口全部都放置水雷 所以你会遭遇到无数的打击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着 怎么有一个汽油桶飘过来 不好意思 那也是陷阱 汽油桶 那是汽油 你没有汽油 对他也会引爆 他就在等你来 反正就是恶心你 让你根本没办法越过雷池步 但是他们如果都过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还有终极杀手键 是不是淡水河口沿岸 淡水河沿岸 有很多的高压电台 包里哥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把炸了 把高压电台炸了 两台高压电台炸了 请问变成什么 阻拦了 直接变成阻拦 阻拦之后 完全拖延的事情 反正就是千帮百计 绝对不会让你碰到首都一根寒麦 好 师徒 我已经看到了刚刚那个画面 是 我吓呆了 咱们再看一下 今天空军公布了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锁定了 中国的轰六以及歼十六 也就是你在空中飞 你在空中挑戏 我们的F-16V 竟然可以把你清楚地 清楚地照下来 而且我是把你锁定了 锁定的话 如果我的这个飞机上面 有响尾的飞弹的话 你早就挂掉了 而且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的海陆空三军 全部动下来了 我们的飞弹 全部就定位 保险 中国解放军从昨天早上7点45分 开始展开了这个演习来说话 大家都说 你好像是动画演习 动画攻台 但是反过来的话 台湾这次国军是卯足全力 我们绝对没有轻忽 保险我们号称 台湾号称这个刺猬岛 对不对 全台湾几乎所有的飞弹 都进入了部署的状态 你说刺猬 我们这个刺猬岛上面的飞弹 对 全部就定位了 墾丁公园 或是在罗东的这个乌尸岛 全部都是飞弹就位 再来就是说什么 保险我们过去 国军从来没有公布这样的画面 这个画面大家看的 真的相当的震撼 什么画面 保险也就是这个画面 我们空军用锁定 中国的轰-6 还有歼-16的这个画面 保险 轰-6跟歼-16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画面 我们F-16出用升空 升空到16000尺的高空上面 我看得到你 所以我锁定了你 我是用最新的这个电站夹舱 AAQ33的所谓狙击手夹舱 狙击手夹舱 我在过去 过去我要锁定你的时候 可能要很近才能锁定你 但是现在这个狙击手夹舱 我可以跟过去距离约莫是远5倍 而且我的精准度是准10度 10倍以上 我就可以锁定你 锁定你之后保险 你知道事实上这个画面 锁定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要搭载 AIX的这个9X的 这个超级响尾石飞弹的时候 我绝对可以把你击落 所以这一次我们公布了两个画面 锁定他们轰6 轰6就是轰炸机 还有锁定你们歼16的这个画面 告诉你说 我们台湾的空军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F16V 是有绝对的高空制空权 没错 而且不太有高空制空权之外 今天我们刚刚讲 我们非常熟悉的熊2飞弹 熊3反舰飞弹 今天也全部动员 而且你觉得非常夸张的是 你只要有个平地 你只要有个停车杖 随时都可以编制他们的发射平台 没错 就是我们台湾的赤卫岛 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的军演中间 我们展现给你看 叫你有可能 你也要欲畏惧三分 而且除了我们台湾 自己本身来说话 周边的国家 其实也是动了起来 我们讲到美国的雷根号 雷根号目前为止 5月23号 他自己本身 还有爱瑞 约翰那个爱瑞森号 还有包括说查尔斯杜鲁号 他们都在这个地方进行军演 就是你军演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进行联合的这个整补 另外同一个时间来说 美国海军跟荷兰海军 也在这个地方进行军事的这个演习 包括说滨海战斗舰 还有荷兰的军队都在这边演习 所以你这个你的今年呢 我们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动画居多 但是亚洲的国家还有台 我们这次是绝对严厉的以待 完全准备你可能做了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你说我们是实打实的来反应 也就是你中国现在说 号称有一个无预警的军演 无预的经验在昨天上午7点45分 开始发动 完全不给台湾准备的时间 可是没有想到台湾在最短这次影片 我们的雄二飞弹 我们的雄三飞弹 当然我们的天空飞弹 很多的飞弹也都就定位 不但就定位我们的空军出去了 我们的陆军做准备 我们的海军也是一对一的盯着你看 没错 这次呢这个中共的军演 反而是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压力测试 我们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 筹组我们可能反抗了任何的这个动作 我们给大家看嘛 现在我们看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画面 就是我们空军呢 锁定所谓空 空六 还要锁定这个歼16的这个画面 那当然你看F-16呢 它还是挂弹升空 而且全挂弹升空 我们的F-16V 是满载上去的 满载的这个所谓的飞弹完全上去 好 那我们讲我们就讲嘛 我们在这个所谓 包括墾丁还有乌石港 我们有包括说熊山 飞弹就在这个地方 熊山摆出来了 精准度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的北中南 宜兰的乌石港 台中港还有墾丁 北中南都出动了 熊二熊山在我们的 这个墾丁国家公园里面也有出现 那不是只有你看 我们的海军也是出动 这次海军是什么 一对一 你来一台我就来一台 你来一台我就来一台 你说定国家 对 一对一给你定国家 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包括说在附近的爱国者 冲绳的爱国者 他们也出动了这个 冲绳他们出动爱国者三的飞弹 日本也动起来了 当然他们也很怕说 万一有什么这个 这个所谓插枪走火 或是中国怎样蠢动的时候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这一次来说话 我们一直传言中的这个 神秘的海风大队 这一次也出动了 海风大队动了 海风大队你看 就是它的logo就是这样 铁拳雄兵 它就是我们的雄二跟雄三的 这个飞弹 这次给它摆出来 保险它摆的位置是怎么样 它摆的位置是 进入所谓的发射状态的这个角度 你看45度角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随时可以发射 如果你真的敢蠢动 敢越过我们的这个领空的话 或是怎样的话 我们随时发射将你击落 所以这一次你看 我们等于是有非常多方面的 要在及时监控中国任何 可能军事上面的蠢动 而且是从你讲说我们现在直接把雄二雄三给公布出来 你说因为台湾号称是刺猬岛 台湾号称刺猬岛是所有的飞弹都已经就所谓的战斗的位置 不但就战斗的位置 之前姚志祥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在当F-16飞行员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怕 他却有听到你哄哄哄哄就是被lock住的时候 当一个飞行员 你被飞弹锁定的时候 你根本跑不了 对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 怎么在路上还有看到 或者很多海边还有看到飞弹出来的这个状况 好 台湾的刺猬岛在这一次 我们展现了部分的威力之外 我们就讲这一次我们的飞机来说话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F-16 你看F-16 我们用空右的方式挂弹之后 F-16首次也满挂弹就直接飞出去了 对然后锁定 我们用这个AAQ-33的这个狙击手锁定你之外 好 这个是一级必重 而且这是传回来的画面 因为这个新的这个狙击手加舱呢 它传回来的画面是相当清新的 所以给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说这是什么飞机 我们要不要把它击落 那根本就锁定了吧 对 已经锁定 而且中国军方他们似乎是不清楚 他们已经被锁定了这个状况 可怕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幻象2000也是了 我们幻象2000基地 幻象2000你看这一次也是挂弹 挂弹升空 然后还包括说花莲的这个F-16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制航基地的永鹰的这个高效机 他们也出动了 制航基地也动了 那另外一个 我们的国军的这个P-3C的反潜直升 反潜机也出动了 所以等于是 我们的这个飞弹都出来了 我们的这个海军 我们的空军都出来了 海军也是一样 保留我这样 海军真的是一对一 譬如说我们的海军的成功级的 这个班超军舰 跟解放军的绍兴舰 两个就互相的对峙 另外一个 我们的这个岳飞号 我们对峙是谁 南京舰 就这样互相对峙 这就是海军公布了 我们一个盯一个 你说我们的班超 对他的绍兴 我们的岳飞 对他的南京 甚至我们的成功级的 郑和号 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南通舰 对还有除了这个 还有下面的包括说我们的 康定舰的这个巡防舰 负责对付他们的这个成都舰 他们的飞弹巡防舰 我们基隆级的这个驱逐舰 基隆号 对的是他们的这个西安号 他们是飞弹驱逐舰 另外我们海军还有什么 瑞渊无人机 瑞渊无人机这次也出动了 无人机也动了 对 无人机出动的时候 他公布了一个画面 什么画面呢 保冤 就是这个画面 我们一式无人机 我们可以攻击他的 进入攻击的这个角度 跟射程的这个范围 我们已经给他锁定了 所以我们的无人机 是可以攻击的 对 所以这次告诉你什么 我们的海军 空军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飞弹 都同时上线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们这一次 你的临时军演 我们绝对是 做好所有万强的准备 反观中国 中国这次是不断的公布动画 不断的公布一些 相关的这个画面 但是你真的有军演 还是怎么样吗 其实大家并不清楚 好 宇学 刚才讲的 现在中国 我看得也吓死了 他们现在说 我要攻击台北 我要攻击北高 我要攻击花莲 北高花莲 为什么打花莲 他说因为你这些台独分子 会从哪跑 你会从花莲跑 所以我北高花莲 我都不放过 可是你说 那是眼睛业障中 都是假的 不是 保冤哥 他们这次很吓人 他们说什么 我们是无预警袭击 原本第一天叫什么 封锁 我要把你整个台湾给围住 第二天叫做什么 我要夺岛 我要夺权 把你台湾给夺小起来 但大家看完他们的 这个演习画面 想说不对啊 这个保冤哥 很吓人啊 很吓人啊 对啊 一旦一直到 你看到还把台湾岛 北南 北南东 全部包围 对啊 万箭齐发 空军也投弹 地面也射弹 海上也发弹 不对啊 保冤哥 那这个很可怕才对啊 可怕啊 不好意思 眼睛业障中都假的 假的 都3D动画 这动画 这动画 这不是飞弹 这是动画 这是AI AI 不知道是NVIDIA 是AI就对了 这都假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叫做虚实交错 我们这么认真的把海峰大队 给搞出来 我们这么认真的都已经就定位了 结果你拿动画来吓我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一句话 你以为的演习是这样 但实际上的演习是怎样 他们是全部都开到定点 各位有些真的是有真的喔 你知道真的什么 像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但是这是假的 会动的都是假的 会动都假的 不会动的都是真的 就停在原地 所以它会动的轟6 会动的歼16 都被我们F16B的 刚刚讲的狙击者夹舱 全部都锁定住了 对 而且它没有发射飞弹 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大陆的军援完全没有实弹演习 它就是什么 我路过 走过节可以吗 我就开过 飞过去 走过去 没有任何实弹演习 没有任何实弹演习 没有发生一枚飞弹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要怎么封锁 它就很像一群观光客游覽客 然后就走过旁边 然后经过去之后 然后就没了 就这样子 所以大家想说不对啊 可是大陆不是讲得很嚣张吗 你看我们这个3D动画 各位我实在是懒得吐槽 你知道喔 它说我们为什么要打击花莲 他说我们要封锁你们后边的这种战线 让你们没办法撤退到东部 但我跟你讲 因为我是宜蘭人 所以你跟我少来这一套 根本没炸到雪碎 它根本没有炸到雪碎 没有嘛 雪碎是在中间 在这里啊 根本没有炸到雪碎 你要怎么封锁啊 所以你只是炸到了乌石港 你只是炸到了台北吧 雪山隧道还是可以走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图在搞笑什么 再来第二件事情 奇怪最近傅宽奇不是才去花莲吗 对啊 傅宽奇是你的花莲信使耶 所以你在台湾最重要的这个 我们讲重要的这种伙伴耶 所以你连花莲都不放过 对啊 你这样子傅宽奇延面要摆哪里 你就这样直接把花莲炸下去 所以讲白了 它这个东西是荒唐 代表了一个真正荒唐的是三个字 叫做吴玉瑾 吴玉瑾 你知道为什么吴玉瑾 有啊 他们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凶悍的 它说整个中国对台湾有三次的所谓的 夺倒三次的演习 三次演习 从1996年2000年到这一次 这一次刚刚讲的我跟以前不一样的事 我是在完全无遇忍状况下 我在早上的7点45分 当我要宣布演习的时候 我马上发动攻击 我发动攻击的时候我要干嘛 我要让台湾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我要让台湾措手不及 对 保险哥真的 台湾真的一点准备的时间也没有 台湾真的措手不及 但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也措手不及 一点时间都没有准备 谁 就中国自己 中国自己 对… 他说我要出心理 对… 然后就真的所有床舰跑来这边 各位 我们刚刚是讲为什么没有实弹 为什么那个3D动画之烂 因为代表他们连自己出军的时候 都很仓促都很弹簧嘛 你说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你也是当 你是中华民国的御官 你也就受过这个基本的军事训练 你说如果一个基本的军事演习的话 你要动员 你要集结 你要动员要集结 你不是动员人 你很多的机具要动员 汽车要动员 包括弹药要动员 可是如果你一动员的话 美国就会知道 所有人都会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无预警攻击台湾 你证明了一件事情 中国没有能力 无预警攻击台湾 当然没有 保险哥我直接跟你讲专业的吧 就说你今天军事要怎么动员 第一个 你所谓的集结代表能力 再来第二个 它的重型机具 它的重型火炮 是不是要调动到指定的位置 调动那个叫什么 交通 所以它至少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集结交通 然后能力要安顿 安顿之后再来 各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 实弹演练 实弹射击的时候 中国曾经发现一件 非常头痛的问题是什么 打歪了 打到了所谓的 日本的经济海域 所以各位你知道的是什么吗 今天不管你要射任何实弹 它都要第一个限高 比如说我3000公尺 比如说我无限高 它要把你的指定高度过来 为什么 因为会有民航机在飞嘛 所以你要先预告 预告说 比如说我这边三天之后 七天之后 要开始展开火炮演练 请问一下中国以前有没有这样做 有 有嘛 有这样做 因为你要尊重大家 大家知道你演戏 你大内宣过大内宣 你玩假的公共玩假的 但你不要影响到我们赚钱 对不对 但请问一下 它所谓的无预警 这些预告的东西 它做不做得到 它做不到啊 它不可能预告啊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我们发射实弹 它通常都要SOP 比如说我们 以我们国军也好 你今天要调动一个实弹射击 你这个筹备时间 至少要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甚至到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从仓库里面去调货 调货之后 装载到你的所谓武器上 船舰上 飞机上 因为 中国不可能每一次飞行 都把实弹挂在机身上的 不可能 所以它等于说 这些状况 它根本没有办法符合这个状况下 而且最至关重要的 请问一下 你现在所有任何的军备 在整栋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电子参数 当然会有 变更嘛 而且各位 我们是不是今天也跟大家介绍过 整个地表卫星完全被覆盖 整个美国的军事卫星完全被覆盖 所有中国的一举一动 通通都会被清楚掌握 只要你吊动到实弹 吊动到实兵 吊动到任何的发射 美国第一时间都会掌握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要怎么无意境法 它根本没办法无意境 所以中国这次的军院 根本自不其断 以中国现在的能力 或者你现在的 等于说你现在的保密房间的能力 你根本不能预防别人的侦测 你无法预防别人的侦测的状况下 你根本不可能在台湾 无声无息的状况下进行攻击 反而你给台湾 一个反攻击 反守的能力 对 毛铃铭 所以他这一次真的是给台湾 一个非常重大警示 什么警示 原来大陆没有办法无意境攻击我们 如果他要无意境 跑来我们家门口 他要无意境围绕上 那他就会什么都没带 就跟你出门没带钱包 出门没带手机一样 那这个人就不会是我的 所以他只能用动画 我就懂了 这动画后面 你知道做动画 这整部做得最好 你知道是什么吗 做得最逼真是什么吗 就是后面写的那一首诗 什么什么长空力剑 什么习近平又什么样的 对 就那一首诗最好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只是笑话一场 你看我们的空军 公布了两个短影片 也就是中国的轰六 中国的歼十六 在所谓的台海上空的时候 被我们的F16V所锁定 我们F16V现在有最新型的狙击者夹舱 这个狙击者夹舱比过去 我的距离多了五倍 我的清晰度多了十倍 也就是当你被我们的狙击者夹舱 所锁定的话 我们的飞弹可以将你击落下来 也就是你刚刚看的画面 那个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我看得到你 我就打得到你 但只有这两个影片吗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 因为中国的央视军事的营部里面 特别提到说 原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在南海一样 两架的中国军机 被四架的外国军机挑衅 不但被挑衅 甚至用火控雷达所锁定 如果你用火控雷达锁定 你的军机就会等于说 非常响出可怕的警报 响出可怕的警报 就代表你已经被锁定 就代表你随时可能会被击落 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就看到 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美国 两边都硬起来了 不但硬起来了 而且现在对中国的军机 进行一个压迫式的攻击 我们看到现在台信金控的 一个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提到 因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今天有条新闻是说 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影响全世界经济是160兆 他说没有 大概会比你想象来的更可怕 因为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那不会只有两个问题 日本会被卷进来 南北韩会被卷进来 整个南海也会被卷进来 如果真的被卷进来的话 那真的是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的结果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收拾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台湾 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世宗 你好 大家好 这是美岛 电报总长 吴子强 大家好 第三位是财经专家 吕国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铁铁与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铁与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铁与峰 大家好 拜登居然突然讲得非常的明白 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我们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是在讲到台海的时候 他以前曾经讲过 他会考虑 可是这次居然讲得这么白 为什么讲那么白 因为刚刚讲 现在所有人推估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对这个世界的冲击是无可估算 而且美国之前本来想要说 我要找地方来取代台积天 我要找地方来弥补这些损失 结果美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想不到对策 当想不到对策 你就发现 美国最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在出席这个西点军校的时候 他讲什么 当需要保卫我国 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时 我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他又讲出了 他这位说 维护台海的和平 所以他是把台海归入到 这个盟友该有核心利益中 不是你说美国要保卫他自己的国家 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没有问题 对 连保卫他的盟友 保卫他的核心利益 接下来谈到台海问题 对 把三个绑在一起了 抱歉 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 不是核心利益 我们台积电 或是台湾的供应链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之大 美国现在的第二大全资股 苹果 第三大的这个回答 全部都是靠台湾 台湾完的话 美国也完蛋 所以事实上 美国的核心利益 的确就在台湾 所以你会不知道 他这次第四度讲了 愿意出兵保卫台湾 第四度了 都没有否认这件事 没有人在否认了 所以这个气氛 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你知道 这一次上礼拜 不是中国军演吗 中国军演的时候 保卫你知道 我们当然 我们台湾四处画面是说 我们台湾锁定了 中国的这个军机 包括说他们的轰六 还有歼十六 都被我们台湾锁定 保卫不是只有这样 中国官方报道什么 我们有这个军机 我们被外国军机锁定 所以显然 还有外国军机 在这个地方 他讲 他是在南海地区 执行飞行任务 他说飞行员名字都有 叫王中元 跟他的同僚 执行任务的时候 遭到四架外国战机挑衅 什么挑衅 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他的军机 我们知道 当你被火控雷达锁定 就代表 你已经在人家的导弹射程内了 对 所以显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说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去锁定他们 还有美国 这个外国大家都说是美国 美国军机在锁定他们 好 那你想说 那难道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才有中国的这个网友说 事实上这个军演不是中国军演 是美国 还有台湾在军演 我们是很认真的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 好那你要是想说 中国军机 他如果胆敢如果跨过一步 除了我们F-16可以轟掉他之外 宝姐你知道 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触动了多少东西吗 我们台湾熊山 熊山来之后在台中 在巫石港 或是在肯定都看到之外 我们的天空飞弹也出来了 这个天空飞弹是我们的防空飞弹 我们防空飞弹也架出来 确定停工采了 对万一说如果你真的蠢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 另外我们还有陆射的天剑飞弹 陆射天剑飞弹是我们原本是空对空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陆射版 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飞机 所以就是说他不只被我们锁定 他胆然过来的话 真的我们台湾的万箭齐发 可以真的是形同刺卫岛般的 把它轟下来的一个状况 因为上礼拜天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刺卫岛每个地方都动起来了 可是当时视尊的画面只看到 你的熊三飞弹熊二飞弹 在那个所谓的停车场 在一些周边的港口附近 就没有想到现在刚刚讲的 我的天弓飞弹 我的天剑飞弹 甚至刚刚讲的大杜山里面 这个天弓飞弹 已经就定位了 对你看这是我们大杜山的 这个七爪阵地这个地方 你看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天弓山的飞弹车 都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上礼拜军演 我们是玩真的 中国要军演 我们就跟他对峙的军演 是玩真的 反而中国是一直用动画 用影片的方式 在军演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这个媒体的报导 形容中国这些什么状况 他说中国现在的军机 是被什么 装满子弹的枪口所抵着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F16B 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你 清楚地锁定你 而在中国 南海本来以为是 我爱个照片 我爱来就来 我爱走就走 就他们现在越来越清楚的 是两架什么 两架的歼11 两架的歼11 是碰到谁 碰到美国的F18 被F18的火控雷达所锁定 好 宝姐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中国军演里面来说的话 真的被我们台湾 跟这个美国军方锁定 我们现在讲台湾 我们台湾 这一次锁定他们了 宝姐你知道 锁定的时候 其实中国军机并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知道锁定军机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雷达锁定 火控雷达 另外一种是用什么 雷射锁定 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狙击手的夹舱呢 就是雷射锁定 雷射锁定是 因为如果你被雷达锁定的时候 雷达会有雷达波 我相关的人我会知道 那如果假设 我们就用雷达锁定 他们的歼16跟轰6 锁定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 他们的机枪 机枪里面 888会响起 我已经被锁定的这个状态 但是 这一次他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被 这个所谓雷射夹舱 雷射夹舱就是毫无预警 简单的来说啦 他就有点像是 远程的狙击手 他已经瞄准你了 他只要一开枪的时候出去 你是完全挂掉 所以南端的叫做 狙击者夹操 对 好 那这个 我们的狙击者夹操 可以锁定50公里以外 也就是说 事实上在50公里以外 我们就直接 发射飞弹 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这个狙击手夹操来说 是过去台湾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公布 这个照片 因为告诉你 狙击者夹操 狙击手夹操 我们有这个东西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锁定你的时候 是你完全不知道的 而且这个非常妙 以前我们就在锁定 我们也不会公布 第一个我们不但公布了 连美国都不演了 对 美国不演 就是我们讲到 这是中国的解放军说的 他说他们在这个南海地区 发现到四架军机 他们这一次就是雷达锁定 雷达锁定的时候 保杰 他们这些飞行员 直到还被锁定 所以他们还说 我们经过了一番的这个 矫战之后 我们脱逃了相关的 脱逃 解除了这个威胁 所以事实上 这一次的状况是 美国跟台湾都同时 对你中国军机进行一个 锁定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刚才讲的 这一次不是讲的 中国的网友讲 那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军演 这根本就是你弄了一个机会 让台湾可以作为 这个军事演习的作用 这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中低层的防空 已经做到滴水不漏了 对 没错 我们都说台湾是刺猬岛 我们的防空武力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你知道 我们在中高空里面来说 有爱国 复仇者飞弹 那你有爱国者飞弹 另外一个我们在短层的话 有刺猬飞弹 但是中程的话 就是用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工啊 还有舰二等等的防空系统 尤其是舰二防空系统来说 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训 保险这个舰二来说的话 就是涵盖中程 我们远一点点是这个爱国者 短层一点也是刺猬 就是中程的这个飞弹 这一次所有的你看 天工飞弹都完全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天空 这个所谓防空飞弹会涵盖的范围 你看 几乎把我们全台湾整个 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本岛澎湖 还有金门马祖都完全围的非常清楚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舰二可以有效射程是15公里 那爱国者是大概50公里左右 所以完全可以锁定你 包括说像你的定义机 悬翼机 无人载具巡翼飞弹 你只要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完全都可以将你击中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在这个说5月9号的时候 他们还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实弹演习 真的已经命中标吧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命中这个标吧 所以天舰原本是从我们的这个 天舰的防空型的空对空 改成是陆舍版的这个状况 还有那个你更不用讲 还有熊二熊三也都出现了 这次熊二熊三都出现在 包括说像乌石港或是台中港 还有在墾丁都出现 所以这次等于是 台湾把我们的空军的实力 还有所有的陆舍的实力 完全都展现给你看 好我们看到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中国要挑衅台湾 然后呢不断的跨越台海中线 不但跨越台海中线一直在逼近台湾 可是当我们把两张照片公布之后 他不来了 会怕 还是会怕 为什么会怕 好保杰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我们都会公布了解放军 进入我们的空域的活动范围 你看看那时候 这个在23号的时候 你看他们 空域在这个地方都有了 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 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 然后24号的时候也是一样 哇越来越夸张 因为还有在东部 逼近台湾 所以他们还飞到东部来 都这样 但是我们公布照片 你们坚持六被我们锁定之后 保杰你看 他们现在就只有在这边 而且 干干净净了 这一次没有越过台海中线了 就没有来了 所以险健长 也是会怕 我们被锁定 尤其是被 我们的电站夹唱的时候 无声无喜的锁定的时候 他当然会害怕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我只要一扣下板机的时候 阵亡的就是你了 好的 当然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 但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对全世界的影响大概是5兆美金 160兆左右的一个台币 他要讲台新金控的首席基金学家李正元 他讲没有 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数字 是的 他说会到了20兆的美金 对 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 不会只有台湾 北韩会不会攻下来 今天中国会不会去打日本 还有整个南海 会不会整个也会变成了整个有烟消味 所以是整个低岛链会整个战云密布 而且事实上台湾被打下来的时候 不是真的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 是全世界的经济大概毁了半条命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台湾的供应链来说 是全世界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的重心 日本也是一样 因为日本可能第一个时间会被中国攻击 南海有 北韩也会攻击南海 这三个地方都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 或是各式各样的生产重镇 三个地方挂掉 就全世界就挂掉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那么担心 因为事实上台湾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拜登才会在这一次吸引军下 讲了第四次说 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绝对会出兵保卫台湾 宇全 美国要去对付中国 刚刚搞了一把 搞了一个滨海作战团 那滨海作战团 我们只大略地知道说 他们来的是打带跑 西腰山洞下来 西腰山洞下来以后 海马是下来 海马是下来了以后呢 上面的火箭袋瞄准了中国 就给你打出去了 有这么简单吗 现在有更清楚的消息就是 现在不是 美国跟菲律宾搞坚明间吗 不是有很多军事演习吗 搞不定它是完真的 他们就直接 让他们的海军陆战队 在这个岛上直接降落 降落了以后 我只给你最基本的粮食水 你这一口待三天 待三天 你要进行测量 测量了以后 你要怎么安排你的 这个所谓的起降点 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的海马是 你要怎么样进行攻击 原来美国对中国 都有一套完美的计划了 对吧 跟美国它是用所谓 滨海骑士这个东西 来去形容 滨海骑士 骑士什么意思 就是我打游击 对不对 它是完真的 为什么讲完真的 因为它直接把这些海军陆战队 丢在我们讲菲律宾 它北部有个叫巴丹群岛的地方 你说雨萱这个地方哪里重要 因为它是处于南边的异口 中国解放军如果要通过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边所谓的巴士海峡 那你说雨萱 傻那边要干嘛 因为第一 它把所有海军陆队丢下去之后 只给它三天的时间 好三天 你们这些人 没有重型机具 也没有重型的测量 更没有直升机会去帮你 你就是一个人 然后带着你的导弹 带着雷达 自己想办法找深入 自己想办法找出路 它说为什么会这样讲 三天 只给你三天的粮食 给你三天的水分 你自己在这个岛上活下来 对 马洛哥不只要活下来 你要搞清楚这个岛 搞清楚 搞清楚这个岛要怎么打 理由很简 它说如果我们用一些重型的机具 如果我们用一些雷达 用一些精密的设备 它会有个疑虑 因为离中国太近了 那情况下会干嘛 因为被侦测到嘛 因为你躲在这边 就是要让人家神出轨 要搞游击 要搞不对称 要搞突袭嘛 所以他说他们下来之后 第一个任务要干嘛 先找水 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净水器 他们要去爬出什么 我到底哪里有河川 到底哪里有河流 哪些可以是为我们所用的水资源 把这搞清楚之后 再来弄第二件事情 我可以通过哪些道路 甚至是当地的村庄 有哪些车辆 比如说这些车辆 有这种发财车 可以载送我的雷达 可以载送我的导弹 然后最惨的状况是什么 我要保链 他的保链开始在那边爬到高处 山丘地形哪边 他说我可以距离这个巴士海峡 也是离台湾越近越好 但是说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因为理由很简单啊 他要出其不意嘛 当然整个中国解放军 过来这边的时候 如果连美国 连美军的高层 在这个期间 都不知道这些海军陆战队 躲在哪里 人在哪里 神出鬼没的 中国也不知道 我让你完全没有办法 心理准备 等于是什么 你想要打台湾 这个叫什么 螳螂捕蝉 那请问一下美国变什么了 黄雀 黄雀在后 因为这个黄雀东风西跑 所以他们讲 持这种反箭式的导弹 比如说EAB 连美国都不知道说 这个海军陆战队 我今天这个时间点 下午3点在这边 那我可能5点 我又跑到那边去了 我一直不断地在移动 那请问一下 能不能以小博大 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就一组一组 他分了一组六个人 那六个人是不是带着一组导弹加雷达 我等到我要攻击的时候 我才发动我的雷达 开始争取你的目标 打完之后干嘛 马上跑 所以说他必须要 事先先把这个地形规划 在第二个件事情 大型的机具 在进出运行的时候 他都很有可能 会引起太大的目标 甚至被挣扎到 所以他要变成什么 因为中国也不是吃素的 中国在这边也有雷达 他在空中也有飞机 如果你真的大动 或者是你这个所谓的 动作非常大 中国就会知道说 你怎么进来 你怎么离开 你会把你的所谓的 重要的机具 你会把你的火炮放在哪里 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 名服其实的游击兵队 为什么叫歧视 因为他们等于是 融入当地的军民群充 融入在里面 而且呢 他没有给这些海军陆战队 任何的叫战手折 就是你下去 凭着自己的作战经验 凭着自己的生存本能 来把这个地形进爆 等于说你要当你自己家 摸熟了 摸熟了之后 这个岛屿后来会变成什么 所以这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就把你丢到 跟你讲 本来以为说只有到阳密岛 在这个地方 进去了以后你就给我徒步 你给我走路 然后跟当地的人做关系 做好关系的时候 你该怎么标定 你的武器要怎么办 这三天你要给我搞清楚 对 没有错 而且是利用地形地方 那宝杰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是 雅米岛跟伊百雅岛 这两个都属于巴丹群岛里面 那我问喔 整个第一岛链的沿线 也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整个第一岛链里面 有多少小岛 应该有100个吧 那如果每个美军都这样玩 包括我们讲的 日本的宫谷以及呢 以南的台湾的巴士 对 这些上面的小岛 包括西南铸岛 零零碎碎的 有些可能才几千 2500平方公里大 他都可以 全部都变成美国的临时战略基地嘛 而且海军陆战队 只要一组人打下去 请问一下 能不能对中国产生 非常严重的恫吓效果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以他等于是全面封锁 因为他们现在战略想定很重要 也就是 如果大陆要用A2AD 把整个门关起来 那我们这些海军陆战队干嘛 而且在你过去之后 随时我都有可能 从你的后方突袭你 但是我后方突袭你之后 拖慢你的脚步骤 我的友军 又会突破你的A2AD 来到这边 所以这是美国 现在目前整个大战略 但你说这两个岛 重要在哪里 各位你仔细看 这个距离有多近 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是美飞 这次在4月份的演练 距离台湾多久 160公里 140公里 所以各位 你看到的这个是与台湾的距离 但我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大陆中国解放军 唯一能够通过的海峡 所以这边只要全方便封锁了 因为他总不可能 绕到菲律宾这边嘛 那是菲律宾的领海嘛 所以你看他们怎么形容 他说这个是新岛国战事 新岛军战事 所以你看美国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造成大陆无形上 难以突破第一岛链 非常窘境 吴总 你是最早提出说要关注 美国现在他的滨海作战团 已经完全改变了 整个东亚的作战态势 因为各位讲嘛 我是航空母舰来 航空母舰来了以后 我的军机过来 我的驱逐舰过来 我的路艇过来 你说没有 现在这个滨海作战团 是打带跑打了就跑 那怎么样打了就跑 他今天公布的是 他是非常费功夫的 原来在第一岛链里面的 所有的小岛 美国海军陆弹队是实打实的 用自己的双脚 带着最简单的机具 在这个所有的岛上 全部都摊查过一遍 不但是摊查过一遍 怎么进攻 怎么退 怎么防守 都有东西了 对 因为长久以来 过去二十年的结果 因为整个中共建立的 非常强大的 所谓它的导弹部队 对 它的火箭军 那这火箭军建立起来的话 它已经部署了整个 对西太平洋的A2AD 就是A2AD 把整个西太平洋封锁 包括台湾嘛 所以他认为他们 开展吹牛 说还有什么 什么东风快递 对 官岛快递 官岛快递 那主要是针对美军的航母 那美军的航母 一艘的价钱金额不菲 这个是十亿 那个是非常高的金额的预算 的建造 然后舰上的四万兵 总共将近平常五千多个人 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嘛 所以美军才发展出来 所谓的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的发展的目的是 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它把它的海军陆战队 把它改编 编制成能够发射导弹部队 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 它一个非常小的 它可能是一个连的一个兵力 会变成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部队 它是陆海整个整体的作战 协同作战的 然后它不断的在西太平洋 跟菲律宾左右的小岛部分 包括我觉得 包括我们台湾很多默契 跟他们应该都建立起来 对 它就很快速的投射 那你现在它可以 在菲律宾给你看到就是说 它有在这边的这个跳 在这个岛屿的作战能力 对 假设它有碰到有这个短兵相接 跟陆军相接的时候 它还是有作战能力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东西 它更可怕的是自敌之机先 它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目的 目的是攻击性的目的 对 它分散了以后 然后再发展出来就是导弹的射击 它这个射击的话 是直接破它的A to AD 就是你中共所有的 有可能发行这种 中程导弹的话 我都有可能把你轰炸到 包括你有所有的高价值资产的 这些的攻击的目标 它全部把你设定好 然后在菲律宾部分更重要 因为菲律宾那边就是所谓的 它中共的潜艇进入西太平洋的 关键的入口所在 那那个地方如果开始作战的话 唯一美军抓不到 中共的部队的地方 就是它的潜舰嘛 那它的潜舰来讲的话 它可以发射这个 所谓的这个战略武器 所以它必须要把这边封锁住 这封锁在这边 在封锁到巴士海峡 这个进出口的地方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它美军的潜舰会不会出现 一定有的 美军潜舰一定同时出现了嘛 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个 立体的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巴士海峡 进入 进出西太平洋的地方 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在最近的这个 两岸兵凶站围的时刻 有两架飞机被高度重视 第一个是F22 F22是美国非常重要 也是最贵重的所谓的战机 F22是绝对不会外销的 只有美国人才有 这一次它居然干嘛 派了一个中队 约莫18架的F22 到了哪里 到了普天基地 到普天基地很明白的 我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另外就是F16V F16V刚刚讲它是升级 升级了以后 没讲到它的夹舱 可以这么清准的 用镭射盯住中国的战机 而现在不管是看到了F16V 你现在不管看到F22 那是真的能打的 对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F16V F16V 其实在过去 它的服役时间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它的升级系统 系统升级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之后 现在变得非常厉害 而且在过去来讲 F16V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对岸的飞机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起来半飞 我们就在监控它 现在竟然可以锁定它 而且我们自己发布了一个影片 这影片呢 把这个小牛飞弹 Marmerick 给发射出去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有没有这个飞弹 有啊 小牛已经给我们很多年了 但是呢 很少会直接把它拍得清清楚楚 而且还有一个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在发射之前 F16V可以发射小牛飞弹 对 发射小牛飞弹Marmerick 而且还在发射的时候 特地把镜头攀过去 US Air Force 先把这个东西拍得清清楚 告诉你说呢 以前我们有没有这个小牛飞弹 但是呢 我们现在把它直接从整个武器挂载上去之后呢 然后呢 起飞 然后按发射 直接都PO给你看 让你知道说呢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威慑的一个能力 好 那这是F16V 另外来讲F22就更神奇了 F22作为这个第五代的一个战机啊 以前来说的话 它很多的画面 都是不会释出的 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说 你派那么多来 一个中队18架的F22 诶 那么多的第五代战机 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呢 F22为什么厉害 你说这个是F22的驾驶 对 它上去的时候 要把它这个什么的 那个裤子 它那个裤子是防压力 对 它把它弄好才能够进得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F22 它是第五代战机 它的性能太强大了 你人不一定撑得住 如果你的拘力到达9的时候 你会昏迷过去 所以呢你这个裤子 你要把它的协议往下压 压好了之后呢 你才不会因为缺氧 整个昏迷过去 而且它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过去来说的话 很多人在想说 你F22有什么了不起 对啊 也有歼22 那这个东西其实上去之后 你看到它 直接往上拔高 汉地拔冲的一个画面 这画面其实是震惊的世界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没有战斗机 可以这样子直接平行 然后直接往上拉起来 拉起来的话 它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从100公尺 到了4500公尺 拉上去之后呢 你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一个落叶飘 它也会落叶飘 为什么要做落叶飘 因为它虽然 它是第五代战机 它有隐形 但是如果被锁定的时候呢 导弹打过来之后 会追着它跑 可是当我落叶飘的时候 它是真的 把这个动力整个拉掉 它会输35的落叶飘 你的落叶飘下去的话 你的导弹就追不到它 当追不到它之后呢 它可以重新把 把这个机头往上拉起来之后 重新从后面来锁定来打你 所以这F22 为什么它真的是这么厉害 因为它除了会隐形 除了会超市去作战之后 你真的遇到它 你要跟它缠斗 你可能也打不赢它 好 提会 刚刚讲的 这次大家非常特别的是 我们居然公布了两张照片 我们锁定了对方的殲16还有轰6 这个他们讲 以前为什么不敢做 难道我们讲说顾立雄上来 顾立雄当这个国防部长 真的这么敢吗 对 这是他的起手势 这是顾立雄的起手势 对 你知道以前的国防部长 是这样子的 如果遇到这种军演来讲的话 第一个 记者通常会报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国防部长 进到恒山指挥所 结果这次记者问顾立雄说 你为什么没有去恒山指挥所 他说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了 所以所有 顾立雄没有进恒山指挥所 他为什么不进恒山指挥所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过往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其实国防部已经研究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研究很久了 就说现在都在讲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灰色地带最好 因为他不跟你打 然后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 每天下你 他就不跟你打 所以每天在下你 每天下你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全部东西全部对外公告 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应变中心 来对付 取代过往所谓的 直接进到恒山指挥所 因为你知道 进到恒山指挥所代表什么意思 就可能要打仗了 那今天来讲的话 就告诉你说不一定要打仗 不一定会打仗 不一定会打 但是问题是什么 对方又来骚扰 那怎么骚扰呢 我就放照片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先成立这个应变指挥所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以往大家都在骂邱国阵 什么 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应对他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一次孤立雄 在第一时间 523开始进行军演的时候 他已经对外宣布了 第一集 反应第一集的权力在谁手上 在我手上 他对外直接就说 这国王部长 我孤立雄来做最后的确定 这有一个动作是什么东西 就是安定军心的概念 所有各级部队来讲的话 就知道说 原来最后对国王部长做决定 我不一定要等到总统 我不一定要等到谁 这是讲给谁听的 讲给所有的将军们听的 说我来做最后的确定 你们不用再去跑去找总统了 因为总统已经授权给我了 我就来做这些事情 孤立雄有这么大的权力 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所有的讯息来讲的话 可以上通到赖清德这边 即使来讲的话 再来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以为F16可以随便都放照片出来 当然不行 对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国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 我曾经听过说法是说 我们F16要做任何维修 F16连一个螺丝 你要把它给打开 你都要美国同意 更不用讲 要把这个照片给公租于世 是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孤立雄应该也取得 美国这边的点头 至少不反对嘛 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就威吓中国说 我今天是用社工雷达锁定你 我是用所谓的狙击手的那种视野 来放出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来讲的话 是白色的框 它不是锁定的红色的框 所以怎么意思呢 它是有区别的 那在这种方式告诉你说 我在你后面 我看看你了 我随时可以打到你了 那这在威吓中国 为什么让他这几天来讲的话 军机不敢过来了 因为你跟我玩真的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起手势 他起手势非常重要 他让他这个国防部长 当得很有威权权威感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有人想说 他以前是国安会秘书长 把国安会秘书长 跟整个国防部串在一起 他押住了军方的这一套 也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 对外来讲的话 先要巩固内部 那内部来讲的话 大家不听话 那这边唱的调 那边唱的调 你知道吗 就是讲说应变的东西 还有第一集的就是什么 这是国防部的联合作战处的处长 一个处长就可以出来这个讲 以前不敢 以前这些处长来讲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要等部长 或是发言人去讲 现在代表说 顾立雄有授权给他们 你们可以对外去讲这个东西 所以显然赖清德的做法 跟蔡英文的做法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 以前进恒山指挥所 现在是国防部应变中心 这个应变中心 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以往来讲 我们只有在所谓的救灾 比如说地震 台风 那时候会成立所谓的 类似应变中心 而现在国防部 这个应变中心 是一改过往 进入到河山指挥所 或是远山指挥所 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为程序 而且刚才讲 现在不是只有F-16B 我锁定你的殲-16 锁定你的轰-6 现在连P-3C 你的所有的中国的军舰 在海边上所有的作为 我也公布给你看 重点就来了 台湾要那么多P-3C干什么 以往马政府的时候 就开始采购P-3C了 有人说这个P-3C 侦查到的所有的资讯 同步的会回传到美国去 所以什么意思呢 其实都在做侦查 现在目前的这个演习动作 当然他们这次没有丢飞弹 但是他有实际上 把军舰跟军机派出来 这时候我们用P-3C 去侦查他的军舰 然后用F-16真空 然后去盯着他的一个军机 同时间把所有的讯息 传回到美国去